当皇帝就像开盲盒,乾隆生了就有天时地利人和,也有为他开将拓土,爸爸为他存款理财,儿子为他背过矮马,他写诗画画搞收藏,迷之自信,放光芒。 有同学说,乾隆是自元人以来最爽的一个人类,堪称人类天花板,直到三百年后的今天,他仍是影视圈长青树,还活在大家深深的脑海里。 乾隆从小就是皇帝乾隶谷,雍正九子夺敌,而他则是保送夺冠,一不小心就干了六十多年,顺便破了历史超长待机记录,上至爷爷下至玄孙,身经期待人,凭借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一腔热血的分享欲,留下了四万多首毫不知名的诗词和充满自个儿名字的收藏品。 他体格强健活了八十九,名家自画遍地盖章,六下江南风光无限,与那一统大权在握,清朝的版图在他这达到最大,人口发展实现井喷,晚年自诩十权老人,又迷之自信过完璀璨一生。 乾隆一生自诩风雅,酷爱五文诺墨,有事没事就写诗,自认为江山猛固就该诗词歌赋。 他一生作诗四万三千六百三十首,要知道全堂诗两千两百多位诗人,也就四万八千多首。 不过乾隆的诗词,没有一首收入在语文课本的需要背诵。 乾隆的诗,每次一出来,文臣们都疯狂点赞,底下全是好评,一个黑粉都没有。 乾隆在一声声,陛下真棒,家座,天下无数中迷失了自我。 据清代学者张艺透露,这位伟大的CEO,上一次厕所就能写出四首诗,进去一首堆下一首,起来一首,出来又一首,效率之高,速度之快,那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 乾隆还是把古迹字画完成手段的圈内第一人,他前后有上千个图章,喜欢在字画上盖章题字,相当于猪肉戳,见着书画就要盖上一个简易合格。 被乾隆厚爱的珍贵书画都被吐得一身牛皮线,能让人看出密集恐惧症来,比如王羲之的快学时情窃,只有二十八个字,其他全部都是乾隆干的,只要有空白的地方,全部被他盖满印章提满字,连山沟沟都不放过,世间国宝逃得过纷飞战火,却逃不过铺天盖地的乾隆大印。 玩坏了名画,这位爷还在各种顶级文物上刻字,小至文房摆设,书画真玩,大至建筑排北名声古迹,有能写字的地方就乾隆。 在那个没有微博,没有朋友圈,没有短视频的年代,乾隆却能引领潮流,成为点赞狂魔,一月狂魔,评论狂魔和弹幕狂魔。 当时大清在乾隆统治下,金利币占世界比例达30%还要多,人口达3个多亿,占世界比例40%还要多,乾隆朝的实权武功拓定2万里,控制极值1480多万公里,实际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。 最难能可贵的是,新疆,西藏,蒙古,台湾,再也不是藩属国,而是实实在在由中央管辖,彻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基本面,自然资源基本面,各民族融合的基本面。 她是郊域内多民族,满汉蒙,苗维藏等的共主,那时是帝王最微服,土地最辽阔,人口最众多,人民最驯服,官僚最庸碌的古典盛事。 此时的乾隆产生了非常多的人生错觉,她认为天朝上国互产风营,不必与外移互通有无,最关键的是,一旦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传入,可能会颠覆大清的统治,所以她拒绝一切外来事物,扼杀思想自由,从政治,经济,思想,文化上实行极端严厉的控制。 当西方国家进行的工业革命,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,中国人依然拿着四叔母精摇头晃倒,所有的聪明人全部都进到了八股的牢笼里,专严张具白手穷精。 在乾隆执政的时候,外国人有无数发明,蒸汽机,珍妮纺织机,望远镜独立宣言,国外的科学日新月异,地球已经进入现代世界,欧美列强纷纷弯道超车,而彼时的清王朝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中。 1799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年,那一年乾隆和华盛顿都在那一年去世,乾隆盛世作为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,对比当时世界各国,对比中国自身,确实达到了国立疆土富裕程度的最高峰。 乾隆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实权老人,可谓是最完满最幸运的帝王,文治武功俘虏兽数样样俱全,但仿佛他花光了国家所有的运气,在他身后中国陷入了百年的沉沦。 冥冥之中似乎是宿命的盛级必衰,大清由万国来朝变成万国来抢,各地起义不断,民生艰难,乾隆处世界骤变之时却夜郎自大,他开启的全盛之相却是落实余晖,留下了满目疮痍。 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,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追求自信的同时,要始终保有自信,否则自信将变成自大,各国之间各个文明之间的发展不是一个现性的过程,弯道超车比比皆是,个人也好,国家也罢,自信不可失,自行亦不可少。